伴随着主天使发起攻击 天人维和组织针对莫拉里亚共和国的军事打击便开始了 莫拉里亚共和国是一个靠军火作为支柱产业的国家 以先进高达为主要力量的天人维和组织严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意 莫拉里亚本要和欧盟进行军事演戏 结果却不出意料地遭到了天人组织的打击 他们低估了高达的力量 以为只要集结重兵就能够以兵力优势取胜 可他们个个都是能够以一敌十的存在 如果不是几十上百人同时上 那基本上是没有胜算的 重装战士得天使对他们的清除就更快了 威力巨大的加农炮哪怕是有一整支军队都无法承受 况且他们的装备还得到了升级 无论是对地还是对空都是无敌的存在 能天使也获得了全新的武器 打击这些普通的机动战士就像是砍瓜切菜这么简单 可欧盟也并不是傻子 早就留了后手 他们派出了超级王牌驾驶员萨谢斯 一连串精准的子弹和精准的命中而高达 因为他能够轻易看透男主的走位 就像是王者与青铜的区别 男主一听到他的声音 立马便怀疑他是自己小时候当兵时的队长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便和其他的孩子一样被他洗脑亲手 灭掉了自己的父母 随后加入了恐怖组 就开始打胜战 萨谢斯就像是他的教官一样 拥有远远超过他的战斗技巧 男主的每一招每一时 在他眼里都是自己完胜下的 哪怕男主掏出了最新装备的武器 也一样无法发挥出任何的作用 与他对线能够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男主一想到自己曾经因为他的洗脑 而亲手杀死了最亲的人 便产生了巨大的能量 萨谢斯从未见过这种状况 下意识地放开了这个危险的家伙 随后 男主便发出信号 希望萨谢斯能够离开驾驶舱出来谈一台 于是他也就跟着离开驾驶舱 想看看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鬼 只一眼 男主便认出来这就是那个让人憎恨 却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的家伙 气愤地直接掏枪却上崩了他报仇血恨 两个人同时开枪的一瞬间 一束激光炮从他们二人中间 穿过击碎了双方射出的子弹 原来是力天使同时救下了他们双方 随后 力天使便继续朝着中间射击 避开了萨谢斯的近距离接触 当他确认男主的安全 想要干掉他的时候 最后无奈被他全身而退 任务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 德天使已经快要把这个基地的力量消灭完了 面对敌军的宝盒式火力打击 他直接启动了粒子护盾 让敌人的攻击彻底作废 同时对敌人展开反击 消灭了军事基地的最后一批路上力量 而能够变化为飞机形态的主天使 则把天上的机体也悉数歼灭 让敌人的军事基地失去了最后一次力量 仅仅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们开来也吸了一百多架机体 就被打掉了半数 但只是打掉一半还不足以让他们投降 于是他们立刻又调转车头 通过峡谷躲避雷达秘密的向总部进发 当他们突然冲出峡谷的时候 总部的雷达上警报声不绝于耳 没有一个人想到消失的天人高达 会这么快就过来了 他们派出了总部所有的机动战士出来应战 想要保存住他们最后的尊严 得他们来多少都是无济于事 自驾高达的联合打击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承受得住 尽管他们每一个战士都英勇无比 可遭受到高达的降位打击 还是没有丝毫的作用 很快总部的机动战士就被消灭干净了 指挥官见此情况 最终发射信号弹选择了投降 最终仅用四架机体就打扶了一个国家 可实际上 欧盟这则和他们的联合军演 为的就是这个结果 他们在战斗还没结束的时候 就开始派战后重建部队赶往莫拉里亚了 为的就是第一个到达莫拉里亚 以救援的名以轻而易举的收编 这个被打残的国家 成为了最后的赢家